好 欣妍 外公 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公司的事情解决了嘛 睡得好 自然也就起得早 我都知道了 辛苦你们了 没有 你和那个小颜 颜兴成 对 你的小未婚夫 人长得帅 人品也不错 你们不打算早日订婚结婚 外公可等着保增外孙哪 外公 你刚刚还在说公司的事情 怎么突然就说到了 结婚订婚的事情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外公 您要去哪里 我送您去吧 好吧 帮我 推到花房去吧 花房 欣妍呀 你离家的时候还很小 你都不记得了 这座漂亮的花房 是你爸爸亲手绘制和装扮的 好漂亮啊 原来这里是花房 这里暗示盛开的鲜花 都是你妈妈种下的 这是你爸爸妈妈爱情的见证 也是我们庄家 最温暖和最漂亮的地方 最温暖和最漂亮的地方 可惜呀 可惜 扶我下来吧 你慢点 你爸妈在的时候啊 这里常年开着各种各样的玫瑰 一到夏天飘香满园 自从你爸妈离去之后啊 这里的花草 也跟着他们一起枯萎死去 再也没有长出一根枝叶 没有开过一朵鲜花 怎么会这样 外公 您把花房交给我们吧 交给你们 您把公司交给我们 我们都能处理那么严重的债权危机 您把花房也交给我们 等到夏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定能让这里开满鲜花 好 好 颜辛丑 你 你过来跟我们一起种花吧 颜辛丑 你别走 等一下 外公再见 颜辛丑 等一下 慢 慢 来呀 别跑 让不着 对呀 妈妈 她欺负我 来呀 你有本事来欺负我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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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干什么 你就这么坐着 不然呢 不然呢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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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活等着我们坐呢 我们都在干活 你一个人在这里坐着 你觉得合适吗 合适 麻烦让一下 既然你不干活 也不要打扰我们 我现在要干活了 这里种不出花来 我说了这个花房种不出花来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你不帮忙就算了 你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 还给我们泼冷水 你都没有去坐 你怎么知道种不出来 你都没有种呢 你怎么知道它开不出花 我就是知道 这是哼 pressure 我每年都没想 Samara 我只是在起来 你总和其他 adam 你不帮忙 要整个 Kyiv 你们是最편地的 这个oda ать 你包办 为何我首先想想 好 我们前面